这两天很奇怪 大家都会问一个奇怪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里的黄大立伟呢 平常这么爱出现作秀的他 怎么不见了 那其实我们从第一天开始 我们就怀疑说他一定是出国了 但是因为我们也不是跟在他旁边 所以其实根本也都不知道 实际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那我们是觉得说 因为按照他的个性 基本上是不可能错过 这种表现自己的机会 甚至连脸书都不见他的照片 所以彩珍就想说我来做个选民服务 一起来协寻黄姐好了 那毕竟黄姐平常 他都是用高标准在要求别人 那我们看说 他之前怎么要求韩国医院长的 我们对他的要求 应该也没有很过分吧 我相信不要双标 应该是非常基本的一个道理 但是明显黄姐总是用 圣人的标准在要求别人 但是用下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结果第二天 他就发出了许多的勘灾照片 我们的团队那个时候 都觉得很有很大的疑点就是 为什么会出现 凤山曲公所人员的照片呢 那个时候要跟大家说 其实黄姐对选区的里长 其实还没有非常的熟悉 甚至在我踢爆他之后 就有里长第一时间偷偷的私讯我 我可以给大家看个对话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在当地的里长的 你看他写说许一座骂得好 我在TVBS上面有看到 那他就这边就写说批评得当 他说黄大立委 连里长都没有在里 那代表什么 代表说他对当地的里长 其实根本都没有非常的熟悉 尤其是这个里长呢 还是偏绿的里长哦 那所以呢我们就一开始怀疑说 他是不是是跟那个凤山曲公所要的照片哦 但是呢透过呢我们的询问 还有当地的里民哦爆料之后 结果我们发现更夸张的一件事情就是 黄杰居然去收割其他里长的照片哦 可以看到呢我脸书呢公开的这个群组的对话哦 其实很明显呢这个这个对话是我叫助理哦 就是随便很明显这个抽水的是里长啦 这个调度的是区公所 那他资质未提黄杰 结果呢他把这个回应大家的工具哦 当成是这个哦 是自己的攻击啦 说他有去调度 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让人家不能够认可的 那以后如果我也去市府 随便下载个照片或者叫我助理随便拍个照 当成我的政绩的话 那这个明代不是做得非常轻松吗 政治人物应该要有基本的操守才对吧 我相信这点是大家都非常认同的 那黄杰今天回应说 里长感谢他的对话说要打脸我 那我现在呢就在直播来跟大家说 我真的没想到他脸皮厚到连这个都可以拿出来哦 我呢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更完整的对话的时间手哦 这个在七月二十六号的时候凌晨的十二点 里长的太太呢发文呢并没有提到黄杰哦 那在七月二十六号凌晨六点的时候 黄杰道图发文 那在七月二十六号中午十二点的时候 那个里长太太又发文了 但是他一样没有提到黄杰哦 那在七月二十六号晚上八点半的时候呢 我呢又抓包他这个道图那七月二十六号九点半的时候 突然突然的里长太太发文感谢黄杰耶 这里哦可以给大家看到这个是七月二十六号晚上爆料 到过半个小时之后里长太太呢突然呢下面写说 黄杰立委服务处这个助理协助这两天调度了这个五部的这个小型抽水机 然后便于这个里民灾后的清理啦哦 那奇怪了耶 我们这里有一个论点就是之前都没有提到黄杰 对话很明显其实都是在说里长跟公所辛苦 那为什么在我踢爆之后 黄杰回国之后就突然出现说感谢黄杰的讯息呢 难道是委员有特别交代吗 这个我们可能就是就不得而知了哦 那黄杰呢回国之后呢 他在第一的时间的回应其实也让人完全不意外哦 马上就在扯蓝白的错 扯科资恩下水 但是呢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说真的科资恩在四月其实就已经有排定 他七月二十号要出国的这个公务行程哦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国会外交 那黄杰呢 你做了什么 难道这个市府 市民的家可以泡汤吗 你的假期就不能去做泡汤吗 对不对 那科资恩委员呢 可以说是所有的行程哦 也都很公开 很公开啦 当然包含他在这个FB上面 他其实他都有po说他人在国外 但是他呢 非常的交集哦 那更没有假装自己在高雄 那或者是盗用里长的图哦 那反观黄杰 我想要公开的问你 你的行程敢跟科资恩一样公开吗 我想要再次强调哦 出国呢 通常呢都是提前安排的 真的就是有要事的话 没有人不能去做体谅 因为这个风灾是非常临时的嘛 哦 那但是呢 我觉得说 呃 大家不能体谅的是 他作为政治人物 却连最基本的诚信都没有 看起来呢 黄杰真的是把盗贼的属性点满了 在立院偷开门 在地方偷照片 完全呢 把网友给他的这个黄贼 这个封号发挥的淋漓尽致 甚至不输怪盗积德 我身为这个前进心灵雅长大的孩子 我真的很想要大声的说 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怪盗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 真正有在做事的立法委员 而不是一天到晚都只会 呃 作秀哦 在那边装说自己很认真的在做事情哦 像黄杰呢 这种这个政治上哦 这个政治至上的心态 这种政客的心态 到底有什么脸扯 柯志恩啊 还有什么脸能够扯其他的人 而且呢 他一再的一直在打枪 一直在打回转 就是一直在讲说 他从头到尾呢 都说出国 可是我们都不是在讲出国这件事啊 我们要再讲的是 你的诚信问题 到底是不是 是能够让大家检视的 如果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连基本的诚信问题 你都没有办法做到的话 试问你如何作为大家的楷模呢 我跟你讲 做人的基本礼貌还是要有 但是讲真的 真的哦 对于这种是非公益看不下去啦 所以你也不要说什么 我都没有跟你打招呼 或者是怎么样 我讲真的看到你的所作所为哦 我真的是连看我都不想看到你啊 那你身为一个空降的委员 你应该要多多去认识自己的选区吧 因为说实在的 我也是一个新任的 新任的议员嘛 我们也一直都在学习 我相信你已经做了一届的议员了 虽然说你是空降来这边的 但你是不是应该要 对我们的选区要有更多的理解呢 连里长都可以告诉我说 你完全都没有在在乎他们的意见 甚至呢 连拜访 甚至呢 连联系都没有在跟他们联系 那我想作为这个是不是你有点失职呢 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你真的是应该要深刻的自我检讨 而不是只会在国会在那边作秀 什么茶水间啊 然后开门啊 这种行为 难道你觉得闯空门的这种行为 是可以被允许的吗 在你的道德观里面 这个是可以被允许的吗 是可以作为这个大众的示范的吗 我相信应该不可以吧 对啊 大家公告自在人心啊 我觉得我今天就是讲到这边 那我说实在的 我觉得你自己呢 也可以好好的反省一下 你不需要再去就是说什么 某个这个蓝党籍的议员啊 你可以大可执名道姓的讲我 好不好 谢谢 黄大委员 我讲的就是你 他针对黄姐啊 他在脸书有表示说那个他深深的拥抱自歉 那你认为怎么样 怎么样自歉 怎么样 我觉得怎么样叫做自歉 当然嘛我们都没有说你出国错 你真正应该要自歉的是 你的诚信说谎的问题吧 这个才是你需要自歉的 而不是说你那个什么出国这样子 为了这件事来自歉 我相信呢 大家都有眼睛也都知道说出国这个是既定行程 这是无可避免的嘛 但是风灾这么临时 那我觉得第一时间你跟大家说你在国外没有办法做 透过团队来协助协讯大家 你的电话要通 这个才是重点吧 重点是人家讲说你的电话也打不通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啊 对不对 你本人的电话都打不通了 那大家要怎么找你 怎么请你帮忙协助呢 我本人的电话都打不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